如今能看到马戏团表演的机会恐怕是越来越少 但如果有的话你一定最期待的项目之一 就是高空走钢索 那里面所展现的惊人的技艺跟身手 绝对令随牙下的所有观众 看了之后都为之瞠目结舌 同时当他一旦走完 你一定为他大大的输一口气 好可怕 这种可怕的景象 如果不在马戏团如今在哪里看到呢 你看到这一张照片是最近 在中国大陆山东所进行的实际现场的表演 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尼龙绳 而这个尼龙绳它的直径不过2.5公分 走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平衡目 只靠着脚上绑着一根细绳来维持表演者的安全 它必须走过三四十十公尺这么长的距离 而且几乎下面也许就是几千公尺的高山 而且在深渊当中要走完这段路 它冒的风险 跟在山顶上所吹的风速所影响 以及自己的身心专注所要达到的程度 你可以想象这是要极高的技艺 这个活动叫什么 它叫走绳 不过在中国大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走扁带 因为那个绳子就是那么扁扁的 据说这项运动是当初攀岩人 利用他们的尼龙绳所想出来的 当初原本只是训练他们的平衡技巧 但如今变成了一种新兴的高空极限运动 而且中国大陆还出现一个走扁绳王 无论你用什么称呼也好 它的确是一项惊险的大挑战 无论是高山还是峡谷 也不管天寒或是酷热 这不是你熟悉的走钢索 一个历史不到50年的新兴极限运动 它叫做走神 什么叫命悬一现 就是你眼前的画面 站上一条顶多宽2.5公分 厚0.3公分的尼龙绳 瞧它跟弹簧又合两样 左右摆荡极度挑战人体平衡 更可怕的还会上下摇晃 而这景象竟然在几十公尺的高空上 这走神风近几年还吹到中国来 电视节目特别制作直播秀 找来中国走神第一人 他曾经是一名大厦牧业员工 他创造了中国走扁带的多项记录 走神的英文叫做slug line 大陆翻译成走扁带 42岁的陈辉是中国高空走神的第一把交椅 还被称作扁带辉 去年才创下高空走神31公尺的记录 这次要挑战山东五连九仙山的情侣风 只是过去这几天气候实在遭到不行 风雨交加浓厚大雾 站上无视风根本瞧不见 对面情侣仙侣风的面容 而走神极限的标准风力至少要三级以下 原定的直播日势必延期 真正登场这天雨停了风还是很大 好吓人啊 我头上的帽子也就关掉了 只是溜还不是走神就吓到惊声尖叫 其实这情侣风可是有玄机在里头 围在北端的五世风 比起南端的新女风高出两公尺 要是把绳子固定在两端 就会产生十度左右的坡度 加上左撇子的陈辉又刚好伤了左脚 成功率令人堪忧 果然第一次挑战 这个时候风很大风很大风很大 控制住 控制住 一阵强风吹到了天空行者 回到起点重新调整心理状态 赤脚空拳第二次挑战 你要做一些 他在尝试躺在上面吗 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次不只是走 还来了一招神雕侠队里面小龙女一生未闯的绝活 接着成功走过坛地最大的中间段 致逼终点 众人欢呼声下 陈辉却激动地哭了出来 这感人的一幕大陆民众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去年4月22号一场惊心动魄的走神直播 更叫人屏住无息 前进被美国CNN评价为晴天一驻的湖北恩师大峡谷一驻乡 迎来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国走神好手 颜波特 他要戴着1800公尺高的山峰间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 挑战高空走神41公尺 戴上耳机一样没穿鞋 快速地走上次能实现 走神和走钢索最大的不同 钢索拉紧之后弹力不大 而且还可以拿杆子控制平衡 但走神是完全不能拿东西 唯一的保护就是一根绳子细在身上 但迪恩连这根绳子都免了 这么不想活吗 不 她说这是艺术 我觉得大家都害怕死 但大家都会死 我确实不愿不愿意死 很快地 我愿意成为一个老人 然后死 41岁的迪恩本来是个攀岩好手 曾经他也缔造过 无保护措施攀岩的记录 其实攀岩跟走神可是大有关系 走神当初是一群攀岩者在休息时 拿起攀岩用的尼龙绳 绑在树上练平衡 结果变成一种新兴的极限运动 可别看这些好手在绳子上蹦蹦跳跳有趣好玩 一个不小心可能把腿卷进绳子里 或者是绳子被割断 当然走神也不一定飞顶高空才能完 高度只有一公尺多的低空走神 不是走上去就能令玩家满足 翻 转 跳 还能把瑜伽 体操 甚至是滑板动作 统统用在走神上 只要够有平衡感 走神似乎也不是这么难 或者其能捕捉 就像陈辉一样靠苦练 让他成为大陆走神第一人 孤独的挑战 死亡的恐惧 却是吸引陈辉 甚至是迪恩·波特的魅力 运动不分男女老少 但极限还是留给这些冒险爱好者 我们用眼睛看看就好